歌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五节说 在这篇信息中我将强调撒旦置入人们心中的一些错误的救恩信念和虚假的确据 请认真对待这个信息因为这信息可能关乎天堂或地狱 使徒保罗写信给这个教会也写给我们要我们自行 保罗写信给你和我要我们自我测试 所以这篇信息不是要你审视我也不是要我审视你 这篇信息不是要你把焦点放在其他基督徒身上 我们已经经常这么做了 今天我们要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 我要审视自己正如你要审视自己一样 有些基督徒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基督徒 但他们事实上不是 他们确信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但他们事实上并不是 他们完全相信自己是基督徒 但其实他们无权确信 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过的是上天堂的生活 但实际上他们不会进入天堂 这是现在教会中最大的问题 你对自己的救恩有正确的确信是非常重要的 但很不幸的是 现在教会中有一种虚假的确信 很多人对自己的救恩有所确信 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个权利 通过这篇信息 我希望你能确信无疑 如果此刻你死去 你会与主耶稣基督同在 请允许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多年来问过很多基督徒 你如何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呢 在我得到的答案中 有很多这样的回答 因为我在1984年7月22日 我做了救赎的祷告 或者另一种答案是 我21岁的时候来到了基督面前 再一种是 我从小就跟父母上教堂 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 他将救恩的确定性建立在个人行为上 比如你曾经说过的一次祷告 或者你所信奉的信仰 因此你对救恩的确信变得自我为中心 而不是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之上 另外有一些人 当我问这个问题时 他们会回答 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 他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 请注意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对于后者 他们的救恩不是根植于他们做了什么 或者自己的身份 他们的救恩根植于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们的确信并不在于自己 也不在于三十年前所做的一次祈祷 他们的确信不在于他们相信了什么东西 也不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有多圣洁 他们的确信不是内在的 而是外在的 是基于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的确信和救恩 不应该建立在自己身上 或所属的教派 或出席教堂的事实 或者出生在教会中的经历 你们救恩的确信 应该建立在基督耶稣之上 它是通往天父的唯一途径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仅仅因为很多年前的一次祈祷 或者情感体验 那么我很抱歉地告诉你 撒旦已经在自欺的网中 把你困住了 如果你的信心完全建立在一次祈祷 或者几十年前的某种情感体验上 那是不正确的 圣经清楚地描述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应该是什么样子 以及那些将去天堂的人是什么样子 今天我们将研究这些人 你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是 我是否符合这些标准 我是否符合圣经所规定的基督徒标准呢 从根本上说 救恩是通过悔改和信心得到的 圣经中多次出现了悔改和信心的词汇 而没有出现一生中只一次的祷告 或献上自己的生命给基督 以获得救恩的说法 在《马可福音书》中 约翰被捕后 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道 他宣讲的信息就是悔改和相信的福音 《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至十五节说 约翰下见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 说日期满了神的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那么什么是悔改呢 悔改并不仅仅是承认自己的罪过 悔改是承认并抛弃自己的罪过 悔改就是承认并远离自己的罪过 一个基督徒就是那个已经悔改 并相信耶稣的人 而且即使在今天 他们仍在悔改和相信 悔改并不是一个终点 而是一个在基督徒旅程中 持续进行的过程 悔改不仅仅是感到懊悔 你可以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懊悔 但并不真正悔改 你可能因为罪过的后果 而感到悔恨 但并没有悔改 犹大对自己的罪过感到懊悔 但从未真正悔改 悔改是心意的转变 是离开你的罪过 并转向上帝 悔改实际上是改变方向 永存知道圣经注释说 悔改不是在我们来到上帝之前 必须做的事情 而是在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时 所表现出来的状态 就像如果你在纽约 我告诉你要去洛杉矶 我其实不需要说 离开纽约 去洛杉矶 因为去洛杉矶 就是离开纽约 如果我还在纽约 那我肯定无法去洛杉矶 我们不能进入神的国 除非我们离开我们的罪过 和自我的生活 我们不能接受白白的救赎恩典 除非我们离开罪过 和自我的生活 那些在耶稣基督里 有救恩确信的人 将会被引导不断地悔改 基督徒的旅程 并不是因为我今天犯了罪 我的命运就是地狱 因为明天我不犯罪 我的命运就是天堂 不 这是不正确的 基督徒的旅程 是接受白白的救恩 这时你转离罪恶 归向上帝 这是你心灵的方向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 要追求圣洁 虽然除了耶稣基督 没有人能够完全达到 完美的圣洁 但我们都应该追求他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第十四节说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路加福音十三章二至五节 耶稣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 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 所以受制害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从前西罗亚罗倒塌了 压死十八个人 你们以为那些人 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更有罪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在这段经文中 耶稣说 所有的人 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都需要悔改 他明确指出 没有悔改 每个人都注定要灭亡 这个灭亡 常用来象征属灵的死亡 或与上帝隔绝 另一个强调 悔改对于救恩重要性的 关键经文 事实图形传三章第十九节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 这样 那安叔的日子 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在这里 彼得正在督促听众悔改 以便他们能够从上帝那里 经历宽恕和属灵的更新 从这两段经文中 我们可以看出 悔改不仅仅是对犯罪感到懊悔 它涉及到一个有意识的决定 就是转离罪恶 转向上帝 这转向上帝的行动 带来了罪恶的宽恕 和救恩的经历 因此圣经经文表明 只有那些悔改的人才能得救 在一些基督教圈子里 有一种教导 认为悔改对于救恩 并不是必须的 这样的教导是邪恶和扭曲的 你不能把悔改 和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分开 缺一不可 当一个不存在时 两者都不存在 一个存在时 两者都存在 悔改和信心是紧密相连的 如果你认为悔改不重要 那就是错误的 我很抱歉地告诉你 撒旦已经把你困住了 既然我们已经讨论了悔改 现在让我们谈谈相信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 信心超越自身 他仰望耶稣 为什么信心要仰望耶稣基督呢 因为他寻求救赎 从什么地方救赎呢 从罪恶中获得救赎 有谁会想要从罪恶中得救 然后继续犯罪呢 这没有道理 对吧 任何渴望脱离罪恶的人 都想要停止犯罪 而这种渴望停止犯罪的心态 就是悔改 真正的救赎并不寻求自我 他寻求耶稣基督 他寻求转向耶稣 并相信他 耶稣基督是通往天父的门户 他是通往天堂的大门 耶稣基督实实在在就是救主 你知道 为什么魔鬼尽一切努力 要把耶稣基督 从救赎的过程中剔除吗 或者为什么魔鬼尽一切努力 试图贬低耶稣基督 把他变成一个受人尊崇的普通人呢 不 我的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 不是一个受人尊崇的普通人 或者一个受人尊崇的先知 耶稣不仅仅是一个在两千年前 在地球上活过的好人 耶稣基督就是神 神成了肉身 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 他们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相信主耶稣基督 你就会得救 我再说 相信主耶稣基督 你就会得救 不要相信二十年前 你所做的一次祈祷 不要相信你的善行 不要相信你薄弱的自义 要相信主耶稣基督 你就会得救 我厌倦了那些所谓的福音传道者 试图将基督教信仰 与耶稣基督分开 没有耶稣基督 你就在追随魔鬼的教义 没有耶稣基督 你就在听从迷惑人心的邪灵 没有耶稣基督 你就在被引入歧途 没有耶稣基督 你就踏上了通往地狱的列车 没有耶稣基督 就没有生命 没有耶稣基督 就没有希望 没有耶稣基督 就没有罪恶的救赎 没有耶稣基督 就没有宽恕 没有耶稣基督 就没有流血的救赎 如果你认为不需要悔改 就能进入上帝的国度 那撒旦已经将你困住了 如果你认为 不需要相信耶稣基督 就能进入上帝的国度 那撒旦已经将你困住了 悔改并且相信 悔改并且相信 一个基督徒 就是一个正在悔改 并且相信的人 你其实不需要认为 传代并且 saint 请求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